小時候常在海邊活動 就看到那樣的一道線 天空跟海洋的交接線 曾經問過阿嬤 那道線後面是什麼 阿嬤就說後面就是美國 小時候就對那道線一直有個夢想 那道線後面應該有什麼保障 等著我去哪 我只要踏上甲板 只要勇敢的航行到那裡去 這輩子的航海過程 都在追逐那一道海平線 因為從小生長在這樣的空間 山海花蓮 山海台灣 那花蓮就是一邊山一邊海 就是30歲那一年 自己的生命遇到了很大的貧借 遇到了很大的挫折 我覺得我想逃到一個 或者說換個新的跑道吧 所以就想到了海 寫作是因為生活環境的巨大改變 從陸地到海上去 甲板上的生活跟陸地上是完全不一樣的 看到的空景也完全不一樣 當你心裡隱瞞了這一些驚喜跟驚喜 你就會想要分享 回到陸地上找朋友跟他說今天看見了什麼 那因為過去我的表達方式 語言有一些障礙 所以習慣是用文字做表達 我過去一直把很多魚跟鯨豚都當成是海神 特地派到台灣沿海的使者 他要讓台灣看見海 並且學習尊重我們的海 這些年在海上跟鯨豚的接觸 經驗裡面跟華小鄉的接觸是最特別的 給他姓華 因為在華蓮海域 小是因為他是青少年 鄉是華小鄉 名字是這樣來的 如果你有機會在海上 在船船邊 遇到一頭 體長將近是船隻長度的 這種衍生的經種 主動來接近你 你自然而然就會想到說 在太平洋裡頭 我竟然有一個這樣子的朋友 我們會想像 如果華腳鄉的眼睛是我的眼睛 我將如何看台灣 像這樣子的想像 對我來說都是很不一樣的感覺 很多人覺得賞金活動 不應該 我們不應該去用這樣的文字 接觸野生動物干擾他的生態 過去除了淘海人跟船員 沒有輪到海上去 我們絕道部分都輪到海上去 但是我們已經把海洋之岩 糟蹋到將近孤節的地步 所以出海消極地背對著海 對海洋生態並沒有任何的幫助 我們過去吃他們的肉 我們過去獵殺他們 我們過去當他們是尋常的疑惑在看待 然後這二十多年來 因為賞金活動而有了很大的改變 因為我們再也沒有人提到金豚 會用腸胃型的思維來對待他們 政府的博士講會去觀光 對於自然生態 對於環境 對於生動物 唯有接觸 才有機會進一步的認識他們 也唯有進一步認識 才有可能更進一步去觀光 當成朋友之後 我們自然而然就會關心 朋友過得好不好 吃飽了沒有 這是一般的 那過得好不好 吃飽了沒有 這就是生態意識 左手邊 紅色登場 就是花蓮港的地標 接著船隻搖曼的幅度 就會開始增加了 海洋 我覺得最大的魅力是 它無可一焰 但值得期待 在陸地上我們只能聽別人分享 而到海上去 今天到底海洋會演哪一齣戲 會讓你看見什麼 完全無可一焰 但是你只要踏上加班 只要航行出來 你就有機會